天南地北谈华语 公司宣传部这期的纪刊没什么诚意 你现在才看都出了一个月了 没时间嘛 这种层次烂调不看也罢 写的内容来去都差不多 有那么糟吗 我看看 说实话我也还没看 你看这页这页还有这页 这几个话题前几期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那这篇去年也是类似的内容 不过是改了小标题的顺序 重新整理的文章 怎么越做越随便了呢 还印刷出来浪费纸张 对呀 你说的这篇去年 还是我给他们提供的资料呢 内容几乎一样 别说就是结尾也一样 提醒读者注意严署期间水分的摄取 这很不应该啊 公司的季刊怎么说也是一个宣传手法 是公司的形象 而且今年的季刊预算还比去年高了 这你也知道 你看嘛 这厚度比去年的季刊厚了将近50% 这么厚 硬刷不用钱哪 这样的内容 陈词烂调还增加叶数厚度 根本就是粗质烂造 成语陈词烂调 指陈旧的言词空泛的论调 一句话没有新意 而成语粗质烂造 是制作粗糙 只追求数量不顾质量 陈词烂调 粗质烂造 这也太烂了吧 等等 太烂了 你不觉得吗 陈词烂调 粗质烂造 烂货 你不会以为烂调 粗质烂造 烂货 是同一个烂吧 不是吗 你这么一说 又好像不是同一个烂 你给我一点时间想想 烂货的烂 肯定是杂的稀烂 菜已经烂了的烂 左边火字旁 右边是兰花草的兰 那么烂调和粗质烂造呢 给点提示吧 我一下子也不太确定了 三点水 三点水 哦 泛烂的烂 烂调是空泛 而不切实际的言词或论调 在这里烂就是浮贩而不切实际 而粗质烂造的烂 指过度没有节制 粗质是制作粗糙 烂造就是过度没有节制的生产 由陈词烂调的文章 拼凑起来的杂志就是粗质烂造 浪费印刷资源 也浪费读者的时间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